今天下午的第一場議程是Wikidata的基礎編輯教學 如果在Wikidata不是很熟悉的朋友 非常歡迎來聽我們這場議程 那我們今天接下來這場是Wikidata編輯基礎教學 那我們歡迎劉建峰 大家好我是劉建峰 在開始之前我先來做一下調查 大家應該都有聽過危機百科吧 沒聽過可以舉個手嗎 應該都有 再來大家有聽過Wikidata嗎 有聽過可以舉一下手嗎 這麼多人 那你們會編輯的手繼續舉著 好 沒關係 那你們有危機帳號嗎 沒有人可以舉個手嗎 那沒有的麻煩協助一下可以現在放一個 好 那接下來 今天要講的內容大概是這些 我會先做介紹 然後再帶大家認識一下什麼叫Wikidata 然後接下來就是講說你的編輯步驟是什麼 還有你編輯時會容易混淆的陳述 然後接下來這些講完之後 如果有充足的時間的話 會帶大家示範一次 好 這是我自己 我叫爾建峰 大家可以叫我阿峰 然後我現在是高職高三升 有過忙 那我是Wikidata地方學專案的新貝組織 那這是我們地方學的Full Code 大家可以掃一下 工商一下 對 歡迎加入Wikidata地方學 好 好 那接下來還有人要掃嗎 好 那接下來什麼是Wikidata 首先它的來源 它一開始最主要來源就是 它要去連結維基白科中 各個不同語言的條目 但這些不同語言的條目 它們陳述的可能是同一件事情 所以透過Wikidata連結 你可以更快的找到 同一個項目中 不同語言的陳述這樣 好 再來Wikidata的定位 它是 維基媒體基金會以下的專案 所以它其實跟 維基白科是同一個等級的 那用簡單兩句話解釋 兩個的差別 就是 維基白科是給人看的 但維基數據 Wikidata 是給機器看的 所以它非常適合用於做機器學習 好 再來特色 它是用條列式去數 所以它不會有什麼 你需要寫寫有的沒的句子 你只要像天標格一樣 把它寫上去就好了 然後再來它的內容都是CCD 所以很容易拿去做使用 好 那再來因為它的 編輯 它的層數是採用條列式的 所以對新手來說很友善 很推薦 從這裡入門 然後再來 基礎的編輯步驟 首先 你要先確認你的資料來源 它有沒有開放 如果有開放的話 你可以直接寫Wikidata 那如果大家不知道什麼資料有開放的話 這邊提供三個來源 第一個就是維基板科 很簡單嗎 然後再來是政府的網站 如果有公開的話也可以 那最後一個台灣方誌 台灣方誌 就是現在Wikidata地方 寫在做的事情 把一些區公所上面寫的地方誌 把它寫成Wikidata 對 然後再來 然後再來 你確認資料 開放 有沒有開放之後 如果有 那你就去 Wikidata上面 找這個條目 已經 有沒有已經存在過 如果有的話 你就去 點進去那個條目 看它有沒有 寫得很完整 或是有什麼東西 需要缺 需要補的 如果沒有 直接新增 不要猶豫 然後再來 添加乘數 這部分等一下會重點講 因為 添加乘數 就是我剛剛說的填表格 然後再來 新增參考來源 嗯 參考來源就是 讓別人知道 你的這個資料 是從哪裡來的 所以 它會讓你的這個 乘數 更有 可靠性 然後再來基礎編輯步驟 這是一個 一個項目 它一個項目最簡單的樣子 首先 我們拿李登輝舉例 上面這個李登輝 旁邊有個 Q315528 就是每個條目中 它都會有 編號 你在Wikidata 如果要找 一樣東西 或一樣項目的話 你輸入這個Q 什麼編號的 還有 或者是輸入這個 人名 或者它的名字 也都可以 然後再來描述 描述 描述是 讓編輯者 或者是 查詢的人知道 如果這個項目有 同名的 這個項目 如果有其他同名的資料 但它是 不同的東西的話 你就可以從 描述去分辨 你要找的到底是哪一個 比如說 我拿 蔡英文舉例 大家知道 一個蔡英文是 憲人總統嗎 還有第二個蔡英文 他是一個政治學家 但他不是總統 所以你就可以從 你就可以從描述去知道說 兩個到底哪裡不一樣 然後再來 多語言說明 就是 我們一開始說 Wikidata 一開始的來源 就是去連接 不同語言的資料 所以它可以在這邊 同時輸入很多種語言 再來這邊就是我剛剛所說的陳述 陳述就是說 透過這些填表格 你可以用條列式的方式很清楚的看到說 這個項目到底包含了什麼東西 像比如說第一個性質 理論會是什麼 很簡單 然後再來圖片 我需要講一下 圖片的話 基本上都是採用 維基百科上信有的圖片 這樣比較沒有 資料來源上的問題 然後再來這是更多的陳述 首先 性別男生沒有問題嗎 然後再來是國籍 國籍比較特別 這邊等一下會講一下 這邊是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然後再來這裡是陳述 這個陳述 陳述 陳述 主要有分三種 word 一種是 陳述 主要有分三種 一種從三種工業 一種是連結兩個 不同的項目 比如說剛剛看到的 李登輝 他的性質 就是人類 所以 它可以再連接實際的數字 比如說 最近很 算 胖嗎 這比較 比較重要的 算死亡日期 它就可以用 它就可以 比如說 呃 當你 當你寫完這個胖死亡日期 死亡日期的時候 它的條目就會有死亡日期 這個實際的數字 然後再來 它也可以連接外部的資料鋪 比如說 它知道李登輝有書過書嗎 你知道嗎 那 每個書的作者 它都有一個 圖書館識別碼 所以 當你 當你寫完這一行 圖書館識別碼的時候 然後它就可以直接連接到 外面的資料鋪 你也可以直接從 圖書館是 從圖書館網站 輸入這串數字 你就可以知道李登輝 對 好 再來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要重點提一下的事情 限定詞 什麼是限定詞 限定詞就是讓你的成數更加完善 最常用的比如說 像是跨國籍的人 那大家都知道李登輝是 日治時期 日治時期出生嗎 對 那他是在中華民國時期 死亡的 所以你就要在這邊寫上限定詞 讓別人知道說 為什麼他會一次有三個國籍 好 比如說像第一行 台灣日治時期就是 他在日治時期的時候出生 上面這個死魚 就是他的出生日期 1923年1月15號 然後終於寫 1945 對1945年 因為1945年台灣光復 所以你的結束 結束的原因就可以寫主權移交 然後再來是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從1945到1949 1949就是 國民政府 破千來台那時候 那為什麼這裡沒有寫結束的原因呢 主要是因為 國民政府破千來台這件事情 在歷史上比較罕見一點 所以危機 危機數據上還沒有一個比較適合的 陳述可以去描述它 再來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對 就是 他是屬於1949 我會舉這個條文就是 因為他寫很詳細 他把中華民國分成 大陸時期跟台灣時期 台灣時期 沒有發佈是因為 跟另外一個已經區分了 所以不用再寫個台灣時期 好 然後再來終於就是寫 他的爽日期 這應該很明瞭吧 沒有問題 有問題嗎 好 然後再來就是 你比較容易混淆的 陳述 這裡我舉了死亡的陳述 來舉例 剛好對應十次 首先 因為 Wikidata上面的死亡有兩種 一種叫死亡方式 死亡方式就是指 他的死亡的情況 比如說像 自然死亡意外 還有殺害又暫死 死刑之類的 好 接下來 死因就是指 死亡的直接原因 那 呃 李登輝比較特別 是因為 他是 呃 新聞上面是寫說 敗血性休克 引起了器官 器官衰竭導致死亡 那 Wikidata這邊比較 呃 麻煩一點 就是 你不能一次寫兩個死 你不然會出錯 所以我這邊就把器官衰竭 刪掉 對 這樣 好 再來就是實際的操作示範 首先一開始 大家最常用的 搜尋引擎 應該是Google吧 那我就先 用Google來舉例 首先 你 如果你要查李登輝的話 你一定 會先搜尋李登輝 那最右邊的就是 維基百合上面的條目 好 那怎麼從維基百合上面的條目 連結到Wikidata呢 首先點進維基百合 好 六點半抱歉 好 好 好 這裡就是 李登輝維基百合的條 等一下它沒有好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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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稍等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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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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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